而立委徐少平非常关心 上个礼拜六会同相关单位到现场会刊 最后确认是由公路总局、林务局及基务市政府 三个单位分别负责后续防护落实的施工程 去年8月底大雨引发北林路掉落巨石 经过市政府紧急抢修恢复正常通车 不过落实隐忧还在 立委徐少平非常关心 在2月22号会同林务局、公路总局和市政府人员到现场会刊 最后确认由公路总局负责988餐厅 到原麦当劳一带的落实防护工程师座 基隆市政府负责海洋大学段边坡落实防护 其他路段落实防护则由林务局负责 那现在大概有这样做个初步的决定 就是海大的内部分边坡的修复是市政府的负责 然后988对面的跟麦当劳 就是最严重的部分是公路总局在负责 其他是林务局在负责 那预算他们上个单位也分配了 那么工程的部分他们也分工了 我想这个事情对我们金融市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 因为海客馆已经成立了 那么多的游客要到金融来游玩 假设天气不好又碰到这个落实的话 那真的是对我们金融市也好 对海客馆来也好 对整个发展是非常不利的 所以我们要趁着这个天气好的时候 要赶快来做这个防防卫的工作 徐少平希望三个单位紧速依照分工做好落实防护措施 毕竟这段北陵路是通往海科馆发展观光 以及联络八斗子地区的重要道路 早日做好落实防护工程 让来往民众和游客没有安全顾虑 记者吴俊松采访报导